我现在就是觉得 它对我的控制欲 就是有点极端了 就比如说 有一次天气不是升温了吗 就大街上的人 基本上都穿大衣啊什么的 我说我穿一条单裤 穿一条外套 我就可以出门了 它非要逼着我 穿一条棉裤 围巾 帽子 棉袜 都要给我戴上 那么冷 我一个干摄像的 我扛设备那么重 我在外面跑 我都觉得冷 我们重庆那风 又带着湿气嘛 然后一吹 我膝盖特别凉 然后我一个男生就觉得冷 你一个小姑娘 那不得更冷 而且你生病了 还不是我得照顾你 我看我不是冻出感冒了 是要被你捂出病来了 他还让我带什么暖宝宝 热水袋 一个窝蜂全给我戴上 这哪个像你这样的 我问你去啊 男生对你们这段情感 怎么看啊 有过规划吗 我是想让他事业稳定一点 我也很喜欢他嘛 就是我做的这些事 我永远是为了他好 就我是后面 我是想跟他结婚的 一直走下去 你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讨论过啊 但现在这状况 我怎么跟他结婚呢 我感觉我结婚之后 我的人生自由 就一点都没有了 之前有一次 我直播那边 好不容易申请到一个活动 我出差了 他说他给我准备行李 结果我说行吧 我反正第二天早上的飞机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一看他给我准备 两大箱的行李 什么被罩 被套 床单 还有那个电热水壶 他都给我戴上了 不是 你在外地 我不是担心你 睡不习惯外面的被子吗 万一不干净呢 洗没洗干净啊 外面那热水壶 你知道他干嘛用了呀 我也是担心你啊 不是 我就去两天 你给我带那么多东西 我拿得下吗 不是 飞机都拖晕不了 好 这都算了 那我说我下了飞机 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 举着我的名字 然后我过去一问 然后他说 是我男朋友请来的朋友 就是要照顾我这两天 我寻思 行吧 反正多一个向导嘛 也行 结果那个人 他除了我休息的时间 他过来带我去吃吃逛逛 就连我工作的时候 他都要守在边上 他那个朋友 干嘛呢 就要在边上盯着我 干嘛呢 不是 我朋友也没上来捣乱 主要是我看他去外地 人生地不熟的 我湖南那边 刚好有个朋友嘛 他在那边上班都两三年了 臭小子 你告诉我 你是不放心你女朋友 我是比较担心他 担心他什么 怕他迷路啥的 刚好可以带他玩一下我朋友 你怎么会这样的呢 他是不是控制有点太强 你怎么不跑呢 我不是搬出去了吗 搬出去了不叫跑啊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 对 我挺享受他那些端茶送水的 那倒也没有 对吧 我觉得他对我好是真的 但是呢 我希望他能掌握一下他的度 就明白了吗 按我想要的你对我好的方式 来对我好吗 是这意思吧 所以应该怎么办 你们两位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